10歲 大的小男童坐在救護車上 滿臉驚魂未定 時不時還摸摸自己的額頭 或低頭查看 推不上事 原來他放學過馬路時 遭到騎士撞飛 被經濟送往醫院 跟著救護人員走進醫院檢查 幸好男童只是輕傷 但回到現場附近 前面看他用牽的方式離開現場 闖獲的38歲陳姓男子 照時候三步並坐兩步 牽著機車走人 還一度要發動機車落跑 沒想到剛好有原警在附近 執行埋伏勤務 當場以車追人 把人給攔了下來 他有那個叫招招吊銷 怕面對而因而迅速的離開現場 我們原警剛才將他帶回 以傷害或是傷害罪嫌 將他移送法辦 駕照被吊銷還敢騎車上路 闖了大禍 撞到小男童 居然想落拋躲避責任 陳姓男子誇張的行為 實在讓人搖搖頭 這年鄉起台中報導